在积极互动项目下 附近社区每个月都会在休斯敦警察局东北分局聚会 我们会让穿上这身制服的男女警察为自己行为负责 这点我一开始就向大家交代 警监格雷格里·弗雷敏指挥着休斯敦警察局东北分局 他们要保护的社区以黑人为主 我们靠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需要公众的帮助 尤其是在少数族裔社区 唯一能让我做到这一点的办法 就是赢得他们的信任 弗雷敏说 与社区和宗教领袖的联系 帮助他建立了这种信任 他们不会说伤我的话 他们会说帮我的话 这帮助了我们整个城市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各地有很多动乱 我们这里有帮派成员 我希望在我们的地段能有更多警力 在场多数人都希望 自己的居住区能有更多警察 长期住户马林·菲利普说 当地的警察倾听他们的声音 而且反应迅速 我给这个东北分局指挥部打的分 从主管向下所有层级 都是A家 不过菲利普说 他遇到的休斯敦其他地段的警察 态度就不一样了 主教詹姆斯·迪克森说 有些警察跟少数族裔打交道时 仍然带着敌意 如果执法人员进入某个社区的时候 已经感觉到这里人人都是罪犯 都很危险 那他们的反应就是 自己仿佛进了敌战区了 狄克森说 休斯敦的警民关系已经改进了 不过造成不稳定的深层根源 仍然存在 当今时代 美国和休斯敦这样的美国城市 应当走出赤裸裸的种族不平等了 而这就是绝望和动乱的源头 他说 即使是在休斯敦这样的多元城市 最贫穷社区的居民 仍然以少数族裔为主 休斯敦警察局局长 查尔斯·迈克里兰德说 社会问题助长了犯罪 这涉及到入监律 经济 失业 所有这些问题 都不成比例地影响到 年轻的少数族裔男子 或有色男子 他说 警察在应对这些社会问题 造成的后果 而这些社会问题 本应由家庭 社区 立法人员和政府领导人 来解决的 美国之音弗莱库斯 休斯敦报道 由海伦播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